我們現在是什麼關係 嗯 然後他就說 是 那你沒有 確認關係 然後我就說 那今年是什麼時候 他就把手機拿起來 貼圖 他說我永遠會不會忘記 12點21分 我自己跟他的共同物鴨就是 要在一起 那如果說你的共同物鴨是要在一起 他就會有一個人必須要改變 那個人就是他 你要為了一個女生 放棄你10年的挑戰 跟我說一句話之後 我當場在哭耶 他跟我說 明天不見 哈囉大家好 我是觀眾 歡迎何美來了 嗨我是何美 今天是我們的戀愛教室 欸就是這裡耶 怎麼樣 好驚訝喔 很多人來這邊都應該會有這種 就是我的小房間 因為跟何美認識算是蠻久了 是 超市在五六年前 因為小時候就來過我們家 而且我還在練拍戲 沒錯 你是我弟的大學的學姐 沒錯 然後我們還在一起就看演戲啊什麼的 然後沒想到有一天就 欸分手了 這不是說去關島嗎 去關島的時候要出愛玩客的外景 但我說實在我真的只是單純去工作 沒有想到會 陷入一段感情 從飛機上跳下來的那種跳傘 然後他是在後面要搂著你嗎 那是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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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知道 哈哈哈哈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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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高的 燒熱 好浪漫喔 幸運 謝謝 好多忙,我的最好的朋友 他就帶著你 這樣飛下來,安全的落地 然後他每一次都說 是我跟他要 我先轉訊息給他的 但其實沒有在飛機上的時候 他自己跟我拍照片,就是我在IG上面有發的 在這邊 聊天聊的大概在 三四個月到半年的時候 都沒見面 沒見面 全聊天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這個人 好特別喔 很有禮貌 而且他很認真在學中文 他就說 沒有這種 就沒有碰面 怎麼碰到怕吃人 在中間你說聊天聊了三四個月 你會多少有一點小陰影嗎 因為你上的那個感情 可能是因為 遠距離的關係離開 可是你那個時候 遠距離只是在台北的北 跟別的城市 可是你這個遠距離是已經到 非常不知道哪裡去關島耶 我說那你在聊一個共同 你會覺得不一樣 不一樣嗎 我有一點這樣想 真的嗎 我會覺得自己很瘋 而且身邊的人都會說 你為什麼要選一個更遠的 跟你講這不是選擇 因為你喜歡就真的喜歡了 我不是在選說 他好遠喔 那我找下一個 我喜歡 我喜歡就是喜歡的 就堵掉啊 就堵掉啦 還可以 我看到趁喜 可是你真的太喜歡了 你就不小心可能養成了聊天的習慣 不是 命令專家 我覺得一定要先再見一次面 我才決定我要不要跟這個人在意 中間你們一定有微微曖昧 我覺得有 視訊 沒有到 沒有到 沒有 視訊一個半小時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有20分鐘 再彈吉他唱歌 因為我不太會帶你字 我不知道怎麼打 然後就彈吉他講說 嗯 那他唱什麼 只怕我自己會愛上你 什麼Can't help 是什麼 Can't help go in love with you 這種情歌 哇 然後快要半年之後 然後他就說 我就決定說 不要賭一把 身邊的很多朋友 經紀人 都很擔心說你確定 因為這件事情是你去了 如果他是一個怪人 他把你折磨了 或是你真的發生危險 我們沒辦法救你耶 所以你一個人飛去關島 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打飛機 就是為了他 兩個經紀人陪我去 就開車的時候 他就說 天啊我比你更緊張 我這種 我小孩子要送去 就是 安親般 和手的感覺 但我那時候放手一波心靈 是覺得 如果我這一次真的被騙了 我自己也會保護自己 當然 但是 或是你也可能有選不到 應該是會 應該是會 然後你知道他做的什麼 像導遊一樣舉牌子嗎 他很五花 他做的 牽手做的 然後他帶了一桶是那種 我們去釣魚或什麼 會放的那種冰箱 然後裡面放了鮮花的這個 項鍊 然後還有頭鍊 然後還有一個水壺 因為他覺得我會製作 然後裡面都是冰塊 然後就說這是冰水送給你 啊 所以我當下 我當下覺得超丟臉 我就說我可不可以快點走 然後後來旁邊的導遊就認出我是誰 超尷尬 然後就說 哎呀 你怎麼又回來好開心喔 那麼浪費 哈哈哈哈 後面幾天的時候 我就很認真說 我們現在是什麼關係 嗯 然後他就說 是 沒有 確認關係 然後我就說 那今年是什麼時候 他就把手機拿起來 這些圖文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12點21分 嗯 然後7月15號 就是在講的那個當下 然後他就把他穿起來 超可愛 他說因為你們女生不是都很喜歡問說 什麼時候是今天日嗎 我就可以很準確的告訴你說 是幾點幾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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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 當然會有一些 評論等等的問題 但 我們兩個都很認真的想要往 婚姻這條路 做努力 所以因為我們 我也不曉得 所以你們開始就慢慢的越來越長相處 不然是你飛過去他飛過來 那接下來呢 就是你們就會維持這樣的關係嗎 我覺得遠距離有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要有共同目標 你們就算有這個目標 但有一個人覺得 蛤我好像不行了 沒有共同目標的時候 你一起努力真的都沒有用 因為很多時候遠距離的問題就是說 我不想聽你的同事們的鳥戲 或是你不想聽我的主管的鳥戲 我們的生活越來越遠了 甚至我的工作可能看起來很忙碌 他的工作可能比較像是一板一眼的 做好幾件事 是不是 他就開始出問題了嗎 我自己跟他的共同目標就是 要在一起 要真的 你就真的在一起生活的那種在一起 那如果說你們的共同目標是要在一起 他就會有一個人必須要改變 那個人就是他 他完全沒有要求過我說 蛤你可不可以放棄 可是他這邊已經是一個跳傘的教練了 他等於也必須得放下一些什麼 我在聖誕節的時候去西雅圖 見他爸爸媽媽 跟他所有的家人 那個時候 他因為想要做禮物給我 因為他覺得我什麼東西都有了 我不缺什麼 他就問我說 你喜歡長假還是短假 後來他就真的做了一個錢包 從零到有 然後自己學 哇 然後等到他把工作辭了之後 他來台灣做的事情 就是做零件 我覺得其實不管是他也好 或是你也好 其實這都是很勇敢的表現 因為他願意放下一些什麼 甚至過來之後 你得開啟一個新生活 因為甚至不知道你們 假設台灣住在一起 會不會其實 文化的差異越來越明顯 這些都是有可能會發生的耶 我覺得他比我勇敢太多了 你這種時候 此刻要我搬去西雅圖的話 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會餓死 你說西雅圖是咖啡 你說這樣過來 他就這樣直接過來嗎 這麼順利 沒有 這中間真的是太多坎坷了 他就說好 那這一週之內 我會把我所有的房子的東西 或者是電視 這個全部處理掉 然後我今天跟老闆說 我新桌 酷 然後老闆說你確定 你要為了一個女生 放棄你十年的跳傘 他可能會被別人笑 你十年跳傘耶 然後他跳的公司 又是那種頂級頂級的公司 他說你確定你要為了這個 就離開嗎 而且說不定下一個外景主持人更漂亮 沒有 真的好笑 跟我說一句話之後 我當場在哭耶 他跟我說 明天見 不行啊 因為你知道我遠距離這麼久 你就是在等一個時刻可以 真的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平下我們說明天見真的太容易了 對 但對遠距離來說真的 很難 對 然後先哭 你幹嘛真的哭啊 你好瘋 然後他在說他要來的時候 我想說天啊 對 因為我說真的 在交往的時候 就算你們有共同目標 我也是聽一聽 對 對 因為你真的到我的面前 我才會覺得 你真的搬來了 對 要不然你講講誰不會講講啊 我會想安撫你啊 你哭了 自己太誇張 我沒有想到我會哭耶 好噁心喔 因為我記得上次我們聊天 你有跟我分享到說 後來他剛好來的之後的隔天 然後台灣就不開放外籍人士飛進來了 喔是在幾個小時之後喔 對 就是他到的時間是晚上七點 然後 不能來的時間 政府說不能來的時間 是在零點零分 所以他只差幾個小時 他就進不來了 他在進不來是他直到現在 到現在 就沒辦法進來 沒錯 我們講給Cody Until now You can live in Taiwan with her mate 這支影片只看得懂這一句啊 多幸運啊 給我分享啊 你自己覺得 從遠距離到現在這個住在一起 你覺得心情上的轉換 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意思嗎 不用發 太怕手機會爆炸 我那時候就覺得手機太燙了 然後每天只能隔著手機 跟這個人講話的那個感覺 雖然心很近 但是 我覺得這是完全不一樣的體驗 可是有沒有因為他的出現 讓你真的願意再一次 相信愛情這件事情呢 有 我覺得再一次相信愛情 真的是因為 他付出了很多 然後我也 決定再給自己一個 值得被愛的機會 好感人喔 是真的耶 因為那個時候會覺得 天啊我都幾歲了 我會不會 找不到一個真的 會願意對你付出的人 但是真的找到這個人之後 就會變得 就很珍惜 你現在不是 難來這件事 哈哈哈 我想說 剛剛 想說 我自己忘記了 這種吵架也超容易忘記的 我覺得其實大家有非常多的女孩們 正在收看觀眾的頻道也好 我覺得看到何美 真的讓我們覺得滿感動的 就是那個我們抓人家 也其實就看到他們 你們的聊天很流暢的 然後很開心的 而且它不會讓我們有一種 覺得它是外人的感覺 對 就是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它可以在我們做到自己的事情 可是在工作的時候 它可以進來 跟我們很開心的聊天 然後 對 我覺得 它說 欸我其實滿多 指揮我會的 我跟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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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完全是耶 妳知道嗎 妳有上去問她說 我跟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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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曾經 妳有來過 我跟妳 我跟妳 過去 妳現在就是一個 幸福快樂的代表 我覺得對於我目前上 我很滿意 就是感情工作 家人 最重要的是家人 因為一開始 一定也會碰到一些挫折 當我跟爸爸說 我就說 爸爸 我的男朋友是美國人 然後他就說 蛤 我說就是那個挑戰教練 然後他說 蛤 抽樣 我知道他很大男人 我知道他很大男人 所以他爸爸的 拉下臉的最大程度就是 他在中秋節的時候 他跟我說 欸 妹妹要不要回來烤肉 蛤 我知道她的意思 而且 我覺得最棒的是 因為Cody帶來每個人 普通的禮物 他還甚至會去 我姊姊的IG 看我姊姊的小孩 說 欸 他們都叫他車耶 那我給小孩一個鈴鐺 然後跟畫布 好貼心喔 然後姊姊是因為 他們在種西瓜 他就說 那我想要給姊姊一個 帽子是可以 連帶脖子防曬的那種帽子 然後他還去上網查了說 不可以送綠色的帽子 他說 可是我在店裡只看到綠色的 是不是不能送綠帽 我說不行 我說 那手錶呢 我說那個是送中也不行 後來他第一次見到爸爸的時候 他買給爸爸跟哥哥 美國相約 哇 你就看到爸爸跟Cody 兩個人在超音的那個狀況上 哇 然後看著中秋節真的是 外國越來越遠越 哈哈哈哈哈哈 神經病 哈哈哈哈哈哈 看著台灣啊 我說真的耶 眉頭 然後後天還想說 我平常不抽菸 那是為了爸爸我可以 如果說現在在試試看這支影片的人 可能有非常多女孩們可能 可能在受傷 或是找爸爸方向 你覺得要跟他媽媽怎麼樣 建議或是心理的狀態要怎麼調整 我覺得努力讓自己變得更好 跟沒滿意你的現狀 自然而然就會遇到那個 值得你愛的人 好感人喔 謝謝何美 謝謝 好好拍 哇 哇 你可能會想來耶 講得太好了 我真的想了好久 想說這支中先有沒有什麼事情 是值得我們分享的 對 但我也還在學習當中 所以如果說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在影片上方留言 可以到何美學姐的IG去講它 是 那如果是很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